瑞瑟乡公所五鹤茶叶展示中心在被省纪市纠正后 107年向圆明会争取扶植产业后职升职计划 1000多万元经费进行修缮 目前整个工程进度接近尾声 未来营运管理备受地方关注 乡公所对此说明表示 现阶段仍以扶植产业的部落据点来进驻银馆 行销推广部落产业 这段位于台九县五鹤段旁的五鹤茶叶展示中心 在遭省纪市纠正后 相公所以107年争取获得 圆明会产业不值计划的1000多万元经费 进行设计规划重新修缮 资本门的部分我们分了三期 第一期的话是比较大部分改建的部分 今年底就会完成 还有包括里面的设备设施 这一两年会慢慢的在补足 我们希望明年度是可以启用 硬提建筑空间的修缮工程进度接近尾声 现在就剩内部软体设施设备的建制 相公所初估预计今年年底 修缮工程将全面完成 未来崭新的茶叶展示中心 营运管理备受地方关注 也有许多社区部落 社团协会乃至于茶农等也都高度兴趣 现阶段仍以扶植产业的部落据点 优先进驻金管 行销推广部落的产业 基本上我们这个区域我们会希望是 原住民产业聚落的我们这个据点 不管是农友部落还有社区 我们都希望说他们有意愿的 他们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共同来经营 那细部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体的软硬体部分 都还没有建制完成 所以我们会先在做一个 内部的管理的建制之后 我们才会对外 秘书简方荣进一步指出 未来午客茶叶展示中心将成为部落 扶植产业平台 内部空间规划包括厨房餐厅 展示展售区等等 来进一步推广 在地部落的休闲产业观光 记者时遇连瑞瑞采访报道